你不想要你 校长伤得最重 可他就是不用药 把药都留下来 留着给我们用 校长 校长 我 我是学医的 我知道 我的伤害没救了 林哥 抱着风险用来的药不容易 我得把这些药 留给更重的伤害的用 我只是 我只是以死相同 他们 他们很年轻 他们收了我们的希望 就一个是一个 拜托 刘晓涛 刘晓涛 校长 刘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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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侍卫的理想而现身 它是快乐的 你要去哪儿啊 卢昌盛 你干什么呀 伤还没好就下地 你不要命了 美姑说得对 你不要命了 对什么呀 我身上的同志们需要我 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呢 你带着伤的 你能干什么呀 你们的人伤得很重 需要立即做手术 你看 那我更得回去了 你别添乱 等你的伤好了 你想干什么我不拦着 晚上我要把美姑带走 你别误会 不是要拆散你们 晚上做手术需要一个护士 大夫找到了吗 会有的 要想活命啊 跟我走 要想活命啊 跟我走 到哪儿 要想想哪场 少爷 人带来了 江大夫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您不用害怕 我也是没办法 才用这种方式把你醒来这里 我们请你来是帮忙的 你是共产党 不是 那他们 难道是土匪 也不是 你们到底什么人 他们都是共产党 我也是受人之托 把你这个开篇最好的大夫请来 给他们治伤的 张医生 只有这些了 没有麻醉剂 有没有麻醉剂 画了 来的时候太匆忙 忘记拿了 要不 我回去一趟吧 去什么去啊 你把我绑到这儿来 或是早报警了 警察兴许等着你呢 那该怎么办呢 张大夫 你就直接动手吧 一想到刘校长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我就想赶快 把这该死的伤治好 然后继续闹革命 这可不行 万一手术大出血 就麻烦了 我可不想让你死在我手上 不怕 张大夫 要是出现任何问题 可以用我的血 我会是欧险的 什么 你要人体直接输血 那样太危险了 没关系 我现在想被人家 我会犯了 我会犯了 你 我会犯了 不怕 你要是想被走 你 要是想被摸 你 你 啊 啊 啊 acji 还 少爷 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强悍不作威胁 但是一群人这么强悍无畏 你说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 我只能说 他们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只能说 来吧 哥 吃饭了 喂 李嘉 你现在手艺越来越好了 是吗 那你就多吃一点 看我管饱啊 啊 你是看看你还是吃啊 嗯 嗯 嗯 小豆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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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吃肉 哥 你多吃一点 那要你吃你就吃 吃吧 好 想讨好我妹妹 你得先了解一下她的习惯吧 我是她哥 我能不知道她不爱吃肉吗 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吧 你呢 什么眼神呢 想反驳我是吧 来来来 你说话 说话 我真是 你不有能的 你别吃啊 你不不吃吗 你别吃 好 笑什么呀 没什么 哥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还跟三岁小孩子一样 还要抢东西吃啊 快点好好吃饭 这美姑走了几天了 四五天了吧 夫人 四五天了 怎么像四五年呢 夫人 您是把美姑姐当自己的手脚了 这手脚不在身边 可不就动人如年了吗 这个长盛啊 一共回来在家没待上三天 她不陪我就算了 还把美姑给你拐跑 我呀 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古老的命 身边怎么就留不出一个人呢 夫人 您这话说得可太偏心了 我不是人了 您要再这么说我可不陪您了 反正外面太阳太大 讨得晃 呦呦呦 你死丫头 什么时候你的脾气也长了 我又不是臭你 夫人 我这不是逗您乐呢吗 您说您也是 以前呀 天天盼着美姑姐好 希望她有个好人家 有个好挥宿 这好不容易 她跟长盛少爷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 雷电交加的 您不该替他们高兴吗 您这怎么犯起仇了呢 而且人的家 可都是跟着媳妇抢儿子 您倒跟着儿子抢起媳妇了 再有三天 正刚也会被抢走了 夫人 这凡事您得往好处想 人家是抢走您一个儿子 可不会还您一个孙子呢吗 这一进一出 您也不吃亏呀 要是还您两个孙子 您不还赚一个呢吗 也是哈 对了 美姑去省城这么多天了 是不是该用动静了 大子 你都忙了一天了 喝点东西吧 你 你 嫂子 怎么了 这什么东西啊 看着怪恶心的 番茄汁啊 你尝尝 拿走 我看着这么恶心 真的挺好喝的 你试一口吧 今天早上我出门急 然后就买了几个番茄 特意炸给你喝的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阿吉 我知道你是好 可这东西太恶心了 别往我眼前凑 你真不喝 不喝 你不喝我喝了啊 你 你别喝 给小六喝 小六缺营养 让他喝吧 知道了 新娘子真漂亮 这才像是我的新娘 她的头纱呢 明天就可以送来了 今晚 我要让你成为开平 最美的新娘 郑刚 你会记住我 今天的样子吗 不会 绝对不会 你的美 还远远没有达到巅峰 女人的美 只有从她结婚以后 才是真正的开始 岁月静好如花绽放 做我的女人 你离全盛时期还远着呢 我有无数个美好的明天 可以去享受 为什么要记住今天 你真的毁了我 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被你爱过的女人 怎么可能还会喜欢上别人啊 有我还不够吗 要是太贪心 会受到惩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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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 吞吞吐吐的 你想说什么呀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那我陪你 不用 你碉楼那边不是还有事呢吗 我就是散散步 过会儿就回去了 好吧 那你早点回去 别让我担心 小姐 东西都带了吗 全部都带来了 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省城 找我哥 可是你知道大少爷在哪儿吗 不知道 找不到他我也得走 为什么呀 谭少爷知道你要走吗 你们的婚礼怎么办呀 樱桃 你别问了 我也说不清楚 我就是因为不能嫁给他 才要走 你帮我照顾好阿爸阿妈 等我安顿好了 就联系你们 小姐 你要去哪儿 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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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静闻在吗 小姐 小姐是要和你私奔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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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走 谭少爷知道你就完了 你说什么呢 小姐已经被谭少爷拉走了 他可是发了好大的火呢 他要是知道你们俩一起走 他非杀了你不可 他们在哪儿 在 他们在哪儿 在新雕楼 皇少爷 你别去呀 你这就是火上浆油 你自己看看 这座碉落 我是专门为你而建 为了我们美好的将来而建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走 你要去哪儿 郑刚 我为什么要走 你不明白吗 我不明白 你就真的要娶我吗 那你以为呢 你是因为爱我才娶我吗 否则呢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娶你 静闻 你一定有事能安正过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走 记住 但是平民 你现在要走 还没有 我觉得的人 我安排算的 走 你要走 你们这次 这个地方 Drug 一个女人她想走 自然有她不想留下来的理由 你这样纠缠一个女人 你是不是个男人 我没问你 在她没有成人之前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靳雯 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 如果你爱我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能阻挡我 把你留在身边 但是如果你对我的爱 已经结束了 我不强求你 郑刚 我不爱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谭郑刚 听到了吧 靳雯 咱们走 你还好吗 我怎么得起来 我只有这儿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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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雯 你知道吗 自从我回来以后 每到晚上 我都会忍不住偷偷地 跑到你们家里去 我都希望 你能偶尔出一次门 或者偶尔地站在窗台上 让我看你一眼该有多好啊 可是你一次都没有 您瞅 您瞅瞅我的运气 今天白天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就在想 大不了被人看见 大不了被警察抓起来 不就是一死吗 总比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去 我就跑去了你们家 碰到了英特 他跟我说你居然逃婚了 老大 少爷 别压抑了 今天你就痛快一回吧 我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相信 老天为什么总是在戏弄我 我知道你是在骗探人杠 你怎么可能不爱的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离开 天雄 秦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探人杠 为什么要离开这儿 我只知道我必须要做 这儿没有我的未来啊 我连在阳光底下 多待一分钟都不行 所以我必须要走 但是如果我能跟你一起走 我会非常地满足的 那对于我来说不是逃离 是重生 静雯 还要走吗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你别误会 我不是要逼你接受我 我不要什么承诺 我也不要什么未来 我只希望你能把我当成旅途上的一个伴 一个仆人也好 哪怕是一个保镖 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无论我做什么都行 我 金门 我今天来的匆忙也没什么准备 这块金砖 就当是我给你的订婚配女 这也太俗了吧 你可别想看的这块金砖 你知道它对我有多重要吗 这上面凝结了多少金山克的血位 我谈家为了这金砖 还遭到了灭乱 你是我谈家刚才的女人 是我谈家的儿媳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地保存它 还有爱的吗 天雄 我一定要走 我愿意跟你一起离开 好 我们明天一起走 小姐 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你要再晚点 我就带着老爷夫人去报官了 姑爷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那黄少爷呢 黄少爷死了没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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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那可就是我造的孽了 小姐 可不是我说你 虽然现在是民国时期了 大家都在标榜新女性 这做女人 一点都不能不减点 像今天面子是小 人命关天呀 这谭少爷要是一激动起来 死了谁大伙不心疼啊 我的大小姐 您还是收收心吧 好了 你知道吗 今天下午呀 咱们家厅堂送东西的 一直就没有断过 现在呀都快成了聚宝盆了 走跟我去看看去 快来看呀 你看 金文哪 快来看看多漂亮 你看看多漂亮啊 你要是把这个袋上 就是跟仙女一样了 真好看哪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啊 你是怎么调上正刚这个金龟絮的 妈真有点不相信 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阿妈 你说得没错 我没有的好运气 我配不上她 配 张嘴张嘴 你说这阿妈 怎么能长姑爷的威风 灭自己闺女的志气呢 金文 来 妈告诉你啊 你看 这男人和女人之间呢 就在那么一眼之下 一念之间 他既然看上你了 那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缘分 无论他对你多好 都是他上辈子欠你的 你就连本带利地收着 犯不着胡思乱想 跟自己过不去 懂了吗 夫人 夫人 怎么了 老爷呢 在楼上书房呢 门口又来人了 又有人送东西来了 这个正刚 他是想把开瓶呢 这揉吧揉吧 全送到我们谷家里来 快走去看看 看看是什么东西 来了来了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还在我们大箱子装着 快来快来一导 快来看看 辛苦你们了啊 一会儿进去喝杯水 回来 回来 这什么好东西 我都忍不住要看一看了 钱杀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们家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夫人夫人 别激动 我们是送货的 送货 送货怎么把这个 送到我们家来了 这不是古老爷家吗 你说不出 你说 你说 怎么回事 你说 怎么回事 你说 妈 你先问清楚了再说 跟我说清楚 要是说不清楚 我就把你们一个个的全剁了 塞到里头去 夫人 这是古老爷订的 不可能 我们家要办的是喜事 可不是丧事 说 谁让你们送来的 喜梅 棺材是我定的 阿爸 人生在世 不管你有多少家财 走的时候 陪着你的 就是一口棺材 老爷 你没有什么呀 好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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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要结束了 我很快就可以脱胎换骨 过上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你是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说得对 就在这个院子里 我要跟靳雯喝茶聊天 养鱼种花 我还要跟他身育群和 我要跟他们每天腻在一块 我要让他们这辈子快快乐乐 对了 还有你 你也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我们两家人在一起 无忧无虑地生活 你们两个干嘛苦着脸哪 这可是万老板他们店里面 存了十几年的金丝楠木啊 我还请了我们开一瓶最好的木匠做的 我呀 为了这个家 拼搏了那么多年 我想我死的时候奢侈一把 老大婆 你心疼钱了是吧 老爷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是这个 你从来就没有提醒过 你是哪儿不舒服还是哪儿不好了 心没 我哪儿都挺好的 只是有备无患哪 我们谷家在开平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不能像我老爹人都断气了 随便去捡赴薄板柳木棺材 草草收尸 可是这大喜的日子 大喜的日子又怎么样 棺材棺材生棺发财呀 我给姑娘和姑爷带来个好彩头 保他们谭家是儿孙满堂 繁华永续不好吗 阿爸 静雯哪 别难过 这老辈的人过了三十 就给自己备好寿材了 阿爸不成器 忙碌的一辈子 刚好喘口气闲下来 就想想自己的归路 人老了早晚都是要走的 把自己安排好喽 省得将来给做儿女的来个措手不及呀 静雯啊 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阿爸看得出来 谭真刚对你是真心的 就算阿爸现在走了 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阿爸 你真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给你嫁给我们开平 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 我钱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了 阿爸应该安排一下 我百年之后的风光打造 难道你们两个都不乐意 老爷 你真自私 你光替自己打算了 那我的呢 那要是我死在你前头 这棺材得给我先用了 人迟早都会走的 你不要跟我争了 你还年轻 往后 你的生活过得好或者不好 你都要好好地过下去 少爷 你就放手吧 你跟古静雯没有未来 你说什么 你心里清楚的 你跟古静雯今生无缘 你打吧 打吧 打我如果能够让你心里舒坦点 你打我吧 还手啊 你为什么不还手 你就是个脑袖 你再说一遍 你就是个脑袖 少爷 少爷 别管我 我好累啊 我好累啊 我真的好累啊 我好累啊 你能不能到了我吗 什么事啊 不要伤害郑刚 傻女儿 阿爸怎么会伤害自己的姑爷呢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姑爷 答应我都不要伤害他 靳雯 我答应你 也不要伤害你自己 不管你还是他受伤 我都会疯的 靳雯 现在不要谈这些没用的话了 已经喝满了 早点睡吧 爸 你必须答应我 靳雯啊 你到阿爸这个年纪 你就明白了 什么是天命啊 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个宿舍 是的 remove 霖女儿 是的 恰恰 他热情 借着 景雯 我还以为你后悔了呢 咱们走吧 天雄 景雯 你是改变主意了吗 是不是又见到谭振刚了 没有 天雄 对不起 我担心 静雯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从小到大在父母身边长大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 确实会觉得心里面不安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只是暂时地离开 不是永远地消失 只要在合适的时间 我们可以回来看他们的 静雯 可是 静雯 静雯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 一直重复做的噩梦 你跟我说你后悔了 不想跟我走了 静雯 能不能别丢下我一个人 别让我刚刚得到的幸福 就马上地失去 别让我的噩梦变成现实 我求你了 天雄 我 你 静雯 静雯 你来干什么了 抱歉 我出尔反尔了 静雯 我绝对不能失去你 所以我不会让你走的 他已经说过不爱你了 你这么快就忘了 他同一天也说过 他绝对不会爱上别人 静雯 那么多的深沟浅滩 我们都淌过了 难道在临上岸的最后一刻 你忍心看着我 掉下万丈深渊吗 谭真刚 你上不了岸了 你这样死死地抓住他 只会把他一起给拖下去的 一起陪你在那个 暗无天日的深渊里面 忍受无忌的折磨 你的命运早在二十年起 谭江的那场大火 烧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你不可能从仇恨里面 跳出来 能不能少拉几个人陪葬 至少放过你口口声声 按照的静雯 我不会放开他的 只要我们俩结了婚 真正地在一起了 就是仇恨的终结 恩怨相抵 烟消云散 我会把一切都放假 把过去都埋葬 我会做回真正的我 我会给静雯幸福 所以 我不会让你把他带走 好 既然我们不能用言语 来说服彼此 那就用枪来说 天兄 你要干什么 静雯 你别管 黄天兄 我欠你的都没还清呢 我怎么可能会把枪口 再对准 少给我整那些 大意凛然的道理 是男人 就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 来一场公平的决斗 你不是爱他吗 证明给他看 否则就永远地退出 拿着 静雯 静雯 你干什么 你们非要以这种方式 决斗的话 我就死在你面前 静雯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天兄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爱我 我很感激你 虚我这一世爱恋 还给你情深 你不知乎你 你很意外 你是是 你不知乱 你不知乱 兑费 甚至乱 四飞 那身無理 你不知乱 你不知乱 你不知义 你不知乱 下来 你不知乱 你不知乱 胸口还有你掌心温暖 穿过无尽的笑颜 千帆过别 是否到达救赎的彼岸 爱恨都只是执念 情愁在了无瓜前 从此后江湖相望悲喜不言 才挥手一世白眼 爱恨都只是执念 情愁在了无瓜前 从此后江湖相望悲喜不言 才挥手一世白念 才挥手一世白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